大家好 欢迎收看联播的两岸国际 第一件事是谈谈台湾的疫情 非常刺激 我们耀文已经谈了一些 谈谈下半场 蔡英文说 今次我可以了 我们买了很多疫苗回来了 除了一副比泰买不到之外 已经卖了阿斯利康台莫德纳 已经顺利订了三千万剂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说是顺利订了 最初跟中国拿不到 但不能够 他不想跟中国谈 所以就拿不到 所以有几个问题 这个应该是七八月的时候有的 是的 是的 而他有强调 所有的购买都必须经过中央统筹 改口 原本就说地方业市才搞定 然后确实有地方业市 说是呀 那我自己搞定的 那就是蓝头园 蓝营执症的 那个院长叫林明津 他说如果真的授权 他立即就申请的了 准备用二千五百万台币 去大陆买这个Biontech 那现在就中央指挥中心 说是蓝头园是未有联系的 而上一伏星是没有申请约牌 必须通过台湾的约厂送件 应该是不让他们去拜 也是招订食改的 他们也想不到是怎样的 现在他们 绿营本身一直有幻想 幻想就是两个星期之后青年 或者之类的 但我觉得他们有些进退失局 但问题是美国也不会让他们这么早 因为他们的日程不太严重 其实台湾疫情不太严重 大家以为台湾疫情不太严重 大家以为台湾疫情不太严重 只有一天六百多宗 你现在英国是多少 几万 现在每天一天两千多 英国人口多少 八千万 英国人口六七千万 六千六百万 六千六百万 台湾是两千一百万 现在台湾这么严重的疫情 所以英国和美国是喪事当喜事办 其实他们是未清 而且德国和法国的那些更严重 那你先救谁呢 当然先救一些扭计的 台湾也没有扭计的 当然先救白人 对不对 难道先救你黄祖人吗 救你亚洲的亚洲人吗 他们分不清楚 那些都谈谈中国人 都是一样的 是 因为在他们来说 Asian 就算你印度和中国和台湾都没有分别 所以基本上你一定会做到最后 我很怀疑 因为台湾都是以握起家 所以我怀疑究竟你有没有三千万制制 应该是没有的 应该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三千万制制 可能他谈了 所以我认识了 我认识过女孩去街 就已经当跟她发生关系 我认识有个人这么说 某军 他说 有两种说法 他说 其实你有没有搞过女孩是不要紧的 只要个个人以为你搞了就可以了 但女孩都以为你搞了 是个女孩都听到这个说法 那不要紧了 不要紧了 如果大家都觉得你搞了的话 于是你就觉得那件事已经慢到了 即你的地位已经提高了 是的 没错 如果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别人觉得你有没有搞过是不要紧的 最重要是自己亦真的搞了 同意的 同意的 就是享受了 你要面子还是女子 可以吗 所以整件事 台湾就是说 他其实有没有不要紧的 他说了出来 别人当他有物 他有没有发电 不要紧的 他觉得你有发电 那时已经过了 就是台湾 民进党是一种 民进党是一种 很短视的东西 就是 表示出他们 完全那种人 本身是一些 自博无能 地位很低的 什么叫地位很低呢 地位很低的意思就是 当然我不是说有什么高贵的地方 因为我也是地位很低的人 就是你如果是 好像罗佛齐家族 或者那些 他们想的是整个家族 未来千秋万世的东西 现在你去例如在利远 利是家族 欺慎那些 他们想 在未来 几十年之后 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就想 过来 炒了两串 找到钱 救女孩 吃饭 吃东西 我想这些事情是很短的 我们的地位很低的人想的 很短的事情 地位越高的人 例如李嘉诚 你今年九十岁 但李嘉诚也是想一百年之后的事情 他都诚实 千秋万世以后是怎么办的 但蔡英文主席也不错 他是副二代 哪个 蔡英文 但是他们本身 至少是民进党这件事 他们是想的 蔡是家做的 民进党本身是一个浮沙 他们只是想 现在立刻怎么执政 然后很短的事情 他们很短的 本身不是长期的 他只欺负你几年 只欺负你之后才算 所以才有希望 希望是两星期清零 那些事情 其实他未必是不知道 但总而言之 他就搞定了眼前的宣传 明天的事 明天的事 明天的宣传 很多人都是这样 他搞定了 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搞什么 比如你看到Jason Mock 那些人 林曼美老公 你不知道他干什么 他明明是 那件事过不了 但他过了明天的宣传 明白吗 很多人都是这样 而民进党本身的执政性质 就是类似这样的 今早上午今早醉 解决了今天的问题 明天的问题 明天自然会有机会解决 这个叫做 我今天看了一幅图 今早看了一幅图 他说 是一些龙虾 他说 那只龙虾 是鐵達利浩 鐵達利浩 鐵達利浩的龙虾 在龙虾 在龙虾之前 他猜不到这个世上有这么好的好运 是可以答 不用死的 那只龙虾 已经打算死了 突然之后就没有事 立即就没有事 这只龙虾就是 很幸运 是的 这个世上 你希望是那些龙虾 所以他们解决了 当时就是解决了问题 这个就是鋸箭法 这个是民进党最重要的 他们用的全部都解决不了 但问题是还有很多人不接决 所以再一次证明到 在民主社会 首先 那些投票会逐走那些坏的人 其实是错 因为那些人民蠢 被你欺骗一次一次 那些女人 那些叫做人渣笑石 很多不停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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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我说你的那些的确是教科书教理论 不过你的理论是错的 不过理论是不合理的 我的理论是合理的 我说的政治理论是哪些不合理的 哪些不合理的 对不对 没得搞的 台湾也是一个鬼岛 当然去旅行很开心 做嫖客很好 住在这里就不好 这么说 做嫖客当然开心 但自己女儿的嫖客就不开心 这个是不变的定律 我朋友那次跟我说 什么台湾的经济是这么差 什么台湾的经济真的这么差 他说 我去夜总会去坐一些 我以为是假台湾的女人 原来是真的 这个是这样的 当年一个地方穷的时候 你会输出妓女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当年希特拉的时候有人说过 希特拉的时候 他看到德国的妓女 不停被法国英国过来嫖 所以他才发誓 一定要德国爭气 听问他不是很好识的 不很好识 你也不想同胞被人嫖 同胞被邮论 是 我从来不去南桂芳 我都不喜欢南桂芳 就是佛罗伊德 被警员压 不同寸法 和佛罗伊德不同寸法 读音一样 这个是FLOYD 但是SIGMENFOIL FREUD 是的 FREUD 他有个孙子 画画很出名 我刚才看过他的画 叫做Lucian Freud 是在小画家没死之前 他刚才现在死了 在小画家画最贵的画画 就是在小的 不算死了 即是他什么特色呢 是不是都很瘋 没有北加藏不瘋 OK 就是最多 George Freud死了 几周年 而美国多地也有这个 纪念活动 因为后来有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大规模的运动 但是近日出了数字 一个美国监察警报的组织 叫做Mapping Police Violence 就说13年到现在 每年都1千人 1千2百人在警察的执法里死亡 而2012年至今 都死了400多人 今年过了大概 是未到一半 而400多 你计算一下 都会死1千人左右 所以都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都是这样走下去 没办法的 因为你在美国 你知道大家看美国片 或者看状况 看黑人多大 你就知道 如果被执法 你都会杀到黑人 如果不是你随时会知道 是 你执法 你执法是你 你叫做Cowboy的社会 执法是你死我活的游戏 脱衣母的俱乐部 搞一个合法的疫苗接种站 也都请她当家花弹来示范 接种 当然是穿着性感的内衣 结果效果很好 有百多人一起过来去响应 去接种疫苗 而打完什么好处呢 可以免费在那里喝酒 带五个人进来去玩 还可以跟脱衣母的女郎 有互动的机会 怎样互动就不知道 可能是踢下钢管舞 原来这件事是挺有效的 那你任何时间都能够做 那问题是成本问题 和你懂得问题 对吧 那你任何时间都能够做 我有一位同学 他跟我说 幸好当时入黑社会没有女儿 他说 否则可以有女儿 我也进入黑社会 他说 如果入黑社会有女儿 不入黑社会就没有女儿 那我当然进入黑社会 他说 幸好当时黑社会不同 女儿吸引我 如果不就投降了 如果投降了 那你当然是 那你没得说 这件事是吧 我告诉你 我是蓝丝 如果黄丝有很多美女儿 我都随时 190的时候就投降了我去 问题不到我 那些用武派者 对吧 对吧 都是一个利润问题 那当然 事实上 有一件事比女儿更好 就是钱 如果有钱 你派钱 你派钱给我派足够的包 不要了 你派足够给我 你派足够给我 不过我就很难派 刚刚有一个人问我 你售价多少 我售价很贵 就是要有一约佣的 你才能买得到 就是你给足够就够 如果稿子便便收回加拿大 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 付了10亿 对不对 你永遠找不到的數字 而我又很坎坷的狀況 雖然現在人們都說很坎坷 你做這些節目 你是多坎坷 周顯大師 每個人都有一個價格 這就是當年危康說 每個人都有一個價格 問題是給不給到 金融說 我就不容易收買 因為他的價格是極高的 毅康說 收買不一定要錢 那次他就很生氣 收買不一定要錢 金融說 他說你的兒子翻生 排北極你兒子 我生氣了他很多年 後來年紀大了就沒有敵人了 因為年紀大了的時候 你們都很珍貴 敵人都是朋友 大家常常問你吹水的人很珍貴 那你還很珍惜吹水 所以兩個好花場旅行 但是毅康這件事他最... 他得意人 毅康是一個人 他對低下階層很好 他很有品質 但是他是以串這些有錢人為樂的 所以他是人 他很會做的人 其實是很會做的人 然後他說這句話他再跟何鴻生說了一次 真的很壞 真的很壞 然後他說 何鴻生很厲害 何鴻生說 因為何鴻生大兒子又是什麼 人死亡法 對 如果能救回大兒子 多少錢都足 韓生就不一樣了 人死亡得多了 三國志就說關羽 驕於是大夫而善道是卒 類似的概念 講一下新聞 美國和韓國發表聯合聲明 因為文在寅在這五天訪問美國 終於訪問完 而美韓聯合聲明也講台灣 也是第一次 過去美韓都不關台灣的事 但是你看到美國 當然是抓了一些人到台海 南海一起玩 越多越好 第一次美韓聯合聲明 就講台海的和平穩定 是非常之重要的 而趙納堅當然出來砌他 就說關你什麼事 這個是不容 外國勢力干涉 希望韓國不要搞那麼多 台海之所以很危險 是因為現在美國會在台海搞中國 其實變數是在美國 因為美國覺得台灣就是中國的軟辣 所以他不搞台灣 你沒有地方去搞 以李奧的說法就是 台灣是中國的春袋 是 是 其實在台灣春袋 人家都在香港春袋 春袋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比身體裡面沒有那麼熱一點 是 還有就是 如果他回到他熱的話 他就會死 就會死 就會不存在 那些糕圓就會燒爛 所以他一定要在外面 但現在美國用一個 爪龍筋的方法 對台灣的糕圓 是 非常之可怕 所以其實香港是比較多 不過現在你說台灣也是 不是只有外國 因為台灣 如果吸回到中國 是不會死的 但是香港 你如果金融死死 吸回到中國 他會死的 會死的 因為他本身的作用就是吸外資 如果不是那個地緣 他的地緣是不夠廣州的 是 如果你不是吸外資的話 你的地緣如果是純從貿易 純從內海 純從是 那個叫做 其實廣州的港幣都不好 其實是 如果現在說 嚴田港會好些 嚴田港會好些 因為廣州 為什麼一直放在廣州 這個歷史問題 就是因為貪你 走私不到 這麼說 不只 而是因為 我不知道 現在水行 因為現在的遠洋船不同 水行去廣州 是方便 行少點水行 才行多點鹿 行多點就行少點鹿 當年是 你一定要有官方的船 但是你行才行 有很多奇怪怪的小路 還有你進去那個位 進去那個位 進去那個位 就是 行少些陸地 行多些海 是好些的 但問題是 因為深水港的問題 所以就比了嚴田港好些 但是當初的時候 從來都是說好些 正如當初的時候 你徒蘭人為什麼到澳門 澳門是近些 而且是淺水港來的 香港是深水港 但是以前的船 不需要那麼深水 不需要那麼深水 對 是到了英國時代 因為葡萄牙時代 是泛船 食水沒有那麼深 現在就變成鐵甲船 即是英國變成鐵甲船 對 鐵甲船之後就變成不同了 所以現在是陽山港 鹽田港 甚至青島港 都比南沙港 好 所以 因為船的大小不同 因為船以前的鐵甲船 是很大的 現在是鐵甲船 是很蚊子的 是的 而且就是中國 你知道中國做了鐵甲船 出來嗎 有什麼事 不過不懂得動 我是記得 去旅行 在上海 他就是一個自由高達出來 是 無形的 他做了鐵甲船 好像快到了 就是 總之他就是 其實是旅遊勝地 船不能動的便便宜很多 當然十年變化很快 例如高雄港島層 一是世界第三大港來的 等於前十年 現在已經跌到二十幾三十幾 他只是轉口 他已經沒有了轉口 你只能在那裡轉一轉一停 你不是Destination 他最慘就是 他永遠不是Destination 所以你沒有辦法能夠翻身 你只要中國才是Destination 揚山港那些就是厲害 你是Destination 台灣也不是Destination 所以你只能夠依賴中國生存 但你不能夠接受 他經常希望南向 去那些東南亞 但實際上 地緣你沒辦法做到 好 我們倆英國仔 趕緊去 好 記得Like Share 還有Comment 多謝大家 請大家 利用大家的社交媒體 將我們的連結 Share給多些親朋戚友 將我們亞洲電視推廣出去 等多些人知道我們亞洲電視的存在 還有等多些人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 我常公子在這裡感激大家 衷心 感謝大家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亞洲電視